什么叫做金刚颂呢 就是金刚慈尊的所有的 最好的 他的咒语 咒王 我们平常都在念 这叫做OM A HOM 这三个字就是咒王 无论你写什么都要懂得OM A HOM 这里有一个字 这个字叫做A 这个字叫做A OM呢 OM也好 OM是这样子 千千 两点 这样子 拐一个弯 这个就是OM字 A 就是刚刚 我的那个 两个千千 是A HOM呢 一个千千 一个夜轮 转上去 就是HOM字 好 OM A HOM 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非常的有意义 有意义 第一个OM字 就代表宇宙 代表法身 宇宙法身 在虚空中 一切的宇宙法身 无形无形无相的 都是OM字 OM字 是属于白色的 白色的OM字 再来一个A字 A 就是出生 报身佛 报身佛 就是A字 报身佛 就是A字 最后来 应身佛 就是HOM字 大家在 这个 我们 彩虹雷杖寺 这个餐厅 在餐厅吃饭 那边 饭厅里面 吊走一个 图登达尔吉 当时给我的地 它上面写几个 很重要 这些季当中 有一个 有一行 是最重要的 你们 在餐厅里面 吃饭那么久 尤其是光头的 尤其是光头的 在家的当然也有 光头的 在餐厅里面 吃过饭的 看那一首季 都读了 读过没有 你们读过没有 都读过了 其中有一句 最重要的 跟昼日有关的 你们讲看看 自知众生 借HOM日 没有错 非常好 很标准 众生 为什么都是 厚日 这个图登达尔吉 在这个记里面 已经教了你 所有的众生 全部都是 具有佛性 既然具有佛性 众生都是 应生佛 都是 应生佛 都是画出来的 也就是 化身佛 所有的众生 都是佛 众生 都是 吼日 OM 一切未生 阿 报身佛 报身佛 是什么样 报身佛 阿弥陀佛 在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 报身佛 观世音菩萨 在极乐世界 就是 报身佛 实生佛 就是报身佛 它不是 法身佛 法身佛 无形无相 所有显现佛相的 全部都是 报身佛 那么我们众生 OM 阿 报身 再来 印化 由报身 再印化出来的 印身佛 就是我们 所有的众生 都是佛 因为都有佛性 一切众生 就有佛性 就是 徒登达吉 上师教我们 OM 阿 就是出身 不生 出身 那么再来 OM 就是印身 在这个沙佛世界的 所有一切有生命的 全部都是 有佛性的佛 都被人之一 地的佛性 优优独播剧场上